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围绕海外经济增长状况的担忧 令压住全球经济将出现一波同步增长的美国投资者受挫 他们转而开始回归美国股市 由于对新兴市场经济状况 亚洲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欧洲经济增长步伐的担忧弥漫市场 近来 海外股票基金的表现逊于美国股票基金 5月初以来 SPDR标普500 ETF信托 累计上涨2.9% 而iShares MSCI名城欧洲和iShares核心新兴市场 ETF分别下跌2%和1.1% 一些市场分析人士称 投资者开始认识到 备受期待的全球经济同步回暖并未到来 彰显出经济金融危机之后 经济扩张漫长之路仍充满脆弱性 而与此同时 美元不断走强 美国国内企业利润表现强劲 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对比 让那些压住欧洲和亚洲经济 增速将跑赢美国缓步增长的 美国投资者措手不及 围绕海外经济增长状况的担忧 令压住全球经济将出现 一波同步增长的美国投资者受挫 他们转而开始回归美国股市 感谢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